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星雄铁道三无将军飞翘攻略 七次配对光追一气星魂表现飞翘攻略 含超详细计算 影片包括飞翘配对 飞翘一气选择 飞过光追推荐 飞翘几其队友如何配出配装 飞翘星魂提升 飞翘几其队友抽取顺序推荐 跌击大戏 仅仅两斤造价实 0加0飞翘 在莫泽队伍中 也能轻松一个大招22万 常规混沌0T手法 飞翘可打出5个大招 两斤成本 0T行动值也能打出300万的综合伤害 飞翘配对中多次出伤 虽为巡猎 但在搭配之根鸟时 轻砸效果依然可观 对比同为JGC的真理 相同配置下 0加1飞翘相当于1.4到1.8个真理 且飞翘的队友也能提供更高的输出 因此 哪怕在逆属性 但不要求强迫认识 飞翘的综合能力依然比真理强 飞翘的武器选择 最优选择为专武和真理弓锥 相位替代 从优到猎衣次为 拓帕弓锥 蟹额弓锥 星海巡航 绍鱼弓锥 润剑 与如泥汉免 因比不供免费武器 星海巡航 故不做退剑 在配对上 巨羹鸟 违必抽角色 鸟额提供的综合争议 比其他任何角色都高 同时 巨羹鸟自身还有夫妻级别的输出 以及提供轻杂作用 飞翘加巨羹鸟 生存位可以选择 沙金 零沙 加拉赫 四号位可以选择 托帕 莫泽 鸭鸭 三月七 其中 加拉赫 携带三星光追 凡希 莫泽二魂起练 鸭鸭 最好一加一 飞翘的仪器 毕业套装为 四永烈加二奔能 可以使用二加二 以及停转套过度 但目前仪器的套装效果会有突出 展达与完整套装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最终要替换为毕业套装 不推荐使用封套 作为开肤产物 本身素质受限 搭配支跟鸟石 飞翘 具有释放特定指数终结剂 拉条才有收益 主持条选择 暴击衣 速度鞋 方桑球 攻击绳 仅搭配二魂以上牙牙石 速度鞋替换成攻击鞋 飞翘在搭配不同队友时 不同配对间的伤害对比如图所示 计算为标准0T手法 再额外记录两次吃跟鸟大招的行动值 这样更符合非环境影响下的一般情况 不同配对的循环手法几乎易致 因此可以定量分析不同角色的适配程度 飞翘灵魂时 随着压压星魂的提升 总伤会越来越高 直至超过托帕 搭配 4加1压压 但敌方没有封弱时 则可以参考图中2加1压压对应的伤害 莫哲在二回以后 表现才较为亮眼 但莫哲目前仅能搭配飞翘 泛用性不高 小三月 综合表现不行 只能作为过度角色使用 在飞翘爱魂以后 星魂立好追击 脱帕继续登顶 但4加1压压强度仍然在线 6魂莫哲对比压压不争粉酱 是因为搭配压压时 飞翘爱魂的6次限制 基本不会用完 但莫哲是间歇性输出 有不少追击超过了6次的限制 单独聊一下花果这个角色 由于花果的输出手法 和其他角色并不一样 在星铁中 伤害突变更为严重 误差会因循环的拉长而增大 因此 这里举聊0T时 几为300行动值内的伤害总和 花果低速玩法 优于高速玩法 0加0使用满金月卡武器 使用0加0花果再打0T时 无论是争议还是拉条 都比不过压压 结束0T时 低魂压压 飞黄胜于4.5层 而花果仅升一层 后续1T 也是压压配对 飞销的伤害启动更快一点 0加1花果 凭借专五的强势而提升排名 解释一下 这里丫压在四魂非常强势 是因为0T第二波刺时 飞销四个大招 极打程度放大了 压压的单体增益优势 压压二魂表现弱势 是因为没有四魂坠机叠层 亏了一次大招伤害 导致飞黄胜于4.5层时 结束0T 在飞销灵魂时 三个代表队伍的伤害对比 如图所示 有需要的 可自行暂停观看 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接着 是不同配队中 角色的配装与配速要求 这根鸟最好搭配 砖五或者压砖 开绝奥一次受击 即可在75形洞子开大 全员手轮三洞 斜有二洞吃到高额增伤 这根鸟在队伍中的伤害 占比15%到19 因此 携带五伤球优于攻击球 杀金的伤害占比不高 携带龙骨套 优于其他输出套装 剩余角色 常规配装即可 在配速上 这里以杀金为例 替换为零杀石 为相同配速 而加拉赫则是 速度有多高 堆多高 加拉赫与压压和莫泽 向性不好 杀金为所有配对最优解 在飞鸟杀鸭配对中 总体要求 飞销大于杀金 大于压压大于134 压压二魂以上 依靠新魂的加速 即可让飞销达到预定行动 此时 飞销速度鞋替换成功击鞋 飞销手动 根据战机点的胜率情况 选择释放阵剂或者平A 接着杀金普攻 同时释放飞销追击 与四魂压压的追击 压压紧跟拉条飞销 拉条以后 Buff加满 飞销开始爆发 在回合之外 依靠杀金追击 与杀金大招 释放飞销追击 在飞鸟杀脱配对中 总体要求 托帕大于飞销 大于杀金 大于134 托帕手动 应对转火 以及要求攻击敌方 特定目标时的情况 杀金尾动 可以通过平A 主动释放飞销追击 在飞鸟杀木配对中 要求 飞销大于杀金 大于134 莫泽含行动提前 比飞销快即可 莫泽佩戴攻击鞋 依靠腹磁条 将速度堆到115 基本满足要求 但要注意 需要在角色主动行动时 结束莫泽的离场状态 如果在敌方回合 依靠杀金追击 结束掉莫泽的离场状态 则会导致莫泽断轴 损失飞销两次追击的加成 莫泽还有一个毒点 如果主C输出 直接将猎武击三 莫泽 则会丢失剩余印记的伤害 飞销的武器选择 如图所示 真理光追 刻达专武的97% 完全可以作为平T 托帕光追 谢尔光追 星海巡航 作为专武的下位替代 论件基础数字太差 且限制频繁转火 如泥焊眠 哪怕金武 输出占比极高 有以上武器 优先满足飞销使用需求 飞销新魂提升 一魂提升终结机倍率区 提升幅度23.9% 二魂加快叠层 也是飞销的质别新魂 提升幅度45% 三魂 五魂 提升机能倍率 整体收益不高 四魂加速 需要同其他角色的加速效果一同分析 六魂 提升全速性康性穿透 同时大幅度提升天赋追击的伤害 提升幅度46.6% 满命飞销 输出伤害相当于2.9个0命飞销 飞销专武 精炼提升 由于专武设计防御城区 精炼收益足迹递增 最后未抽取顺序推荐 优先凑齐队伍角色 飞销和狙羹鸟 为必备角色 杀精为所有生存位重最优节 帮助飞销敌层的效率最高 灵魂飞销 二加一压压或者六魂莫泽 也能碰之托帕 托帕反而不需优先考虑 其次 补居跟鸟的一魂 一斤的成本就能提供全队二十四的抗穿 最后补飞销新魂和专武 优先一魂和二魂 随后补专武 飞销二魂后 托帕的优势逐渐凸显 可以考虑再补个托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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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